说到净水器 相信大家脑海肯定会浮现CUCOO的名字 可想而知这个品牌是多么的深入明星 源自韩国的家用和厨房电器品牌 七年前引入我国之后 到底是如何迅速的掳获国人的芳心 销售旅创佳剂呢 CUCOO International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许建川 将在大会的九点半 在精英领航分享它究竟是采取怎样的策略 把海外品牌迅速的本地化 大家不懂我们有多辛苦 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当我决定2015年 大概是6月的时候 我决定要做租赁的时候 我的支票簿是我拿住的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钱我就不敢开出去 我的同事我跟他们讲什么 可能这个月你是拿不到薪水的 你要带一个团队 你要对你的团队的那个尊重 我非常认同他讲的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团队 他其实没有一个义务 要跟我们一起共苦 我觉得一个企业家 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是一个很大爱的一个企业家 不管是看他的appearance 就是他的外形 他的形象 他的谈吐 再加上他自己在做分享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私下在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就感觉到很真 就是他会就是把他小时候的东西 然后分享到他现在 创立成功的一个经历 是觉得很棒 其实我之前我们对这个品牌 都是一个 每次在标签 还是在家里都会看到这个品牌 其实不知道是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我当初我创这个生意的 我开始这个生意 我是用马币一百万 我把我整个身价拿出来了 一百万 我有 我记得我买产品的时候 我另外一百万 我是跟人家借钱来 我跟人家借钱来买产品 所以这个一百万 我怎么去花呢 我花了大概是 马币的大概三十 就三十万来请代言 很多人觉得说 你说你傻了 可是我还是坚持 因为我是觉得 市场是必须要教育的 精明地去设计 精明地理财 精明地去执行 他想要的这些蓝图和梦想 所以一个精明的人 他不单只是会去计算 他要去衡量风险 他也同时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 敢于去突破 他提出比如说 2011年他面对一些关卡 那个关卡我说是说 很多创业家甚至包括想出来创业的朋友 一定要去留意的部分 因为否则的话你觉得说创业很容易 其实我们忘了他后面有很多解决的问题 那他们没有分享 或者是说大家没有问 就以为说创业都应该是这样子 一定是一帆风顺 那我觉得说这一点 提出了他分享之后呢 我就启发很多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 他们的很多细节上的分享 其实那个是最珍贵 我觉得细节上的分享 跟他们真正走过的那种感受 或许是非常个人的 但是从个人的这个描述当中 它会比你去学一些课 来得更加实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